在這一陣子我會回應應用輕生德性 其實我聽到你非常好的一件事 我先解釋一下我做的什麼 首先我講輕生德性的時候 要跟他connect 有關聯 即是他的情況 輕生德性跟有關聯 就不是這樣說輕生德性是怎樣 他就覺得沒什麼打架 我現在解釋那個關係 但是你其實很有心 你和你先生想的關係好 你和子女想 你又很想幫你的朋友 在中間你的心是很想 但中間的過程你就有些委屈 受傷害被拒絕 你就有些情緒 即是說你很有心事奉 但在事奉的時候 可能你就會積聚壓力 即是有些人不開心 那積聚壓力的後果 我想你也想到了 你現在幫一個人 和你丈夫的關係 你家人的關係 你的子女 如果你繼續再幫多些人 又參與多些事奉的時候 可能那個困難會越來越多 這樣的時候 可能越做越辛苦 越做越辛苦的時候 變成你是很想侍奉 但侍奉得來很辛苦 這也是我在天中德性的經驗 就是當我那時候祈禱 即是充滿喜樂 即是覺得非常好 但當我跟一個人說 歸沒有這個經歷的時候 一說他就不喜歡 他就發不出現 接著我就立即受影響 受影響我再其中 時就沒有那種喜樂 我就提醒我 即是神就提醒我 立即處理這件事 我打給他就道歉 即是說你不開心 就請你原諒我 接著他也是不接受 但我說了我處理了 然後我就放手 放手我又再次充滿喜樂 於是我就開始 合作處理任何一件 在我裡面的負面的感覺 被人影響的地方 人家說的負面的話 我就開始處理 讓我每天都保持起樂的狀態 好像你這樣其實很好 因為你每次祈禱 你現在開始感受到聖靈的臨座 你感受到力量 即是說你是經歷到幫助 不過有時幫助 有時有煩惱 有時有壓力 即是說 就會令到你會辛苦 在這段時間 我就慢慢地發展到 這個輕鬆得性 就是如何不給人影響 基本上有些基本的信念 在心裡有很重要的信念 你的生命很寶貴 我你的生命很寶貴 你可以大大給神使用 因為你有這個心 你一定會給神一步步提升 你的生命很寶貴 神定義要祝福你 大大使用你 神的心意很欣賞你 神也很欣賞你 其實他也很欣賞你 神也很欣賞你 不過人就未必欣賞 人也有拒絕 當你深信 我的生命很寶貴 我很想更大發揮 你其實如果多些機會去操練 去分享 講 你試試 好像謝星那種自由釋放 為什麼你謝星那麼自由釋放 因為你很全程投入 完全沒有顧慮 那你就很放了 所以你明天操練 你就全程投入 你會講得很自由 你就會一路提升 你會很大提升 可以很大提升 但同時又受它影響 那就不好 我那時候也是 其實我在經歷聖年充滿之後 我接受逼迫 因為中派不接受聖年充滿 於是受逼迫 受逼迫的時候 就會受影響 但我又應用同樣的道理 就是我不要被它影響 我去處理這件事 其實這個方法基本上你謝星也有 但我加上了一些部分 就是我深信我心裡很貴 以及我可以得力 好了 你謝星說這個朋友 你代表你的朋友 你很想邀請他來 2月2日的聚會 但他就推你 不知道是真推 還是藉口 不知道是什麼 那時候就令到你有一種壓力 那時候每一次再做 你就會再多壓力 其實我都會經歷過這些事情 譬如我們課程都試過有些人 有些投訴 廣道有些事情不喜歡 我們有些處理 有些人就接受 但也有些人就說我們不回來了 我們不接受 那時候我都有一些不舒服 但我就想 如果我不舒服 我每次都加憎不舒服 那我就會越來越辛苦 所以我就跟自己說 神很愛我的 神是大使用我的 他們不接受 或者全世界有很多不同的課程 或者他有不同的原因 不過不要緊 我可以做的 我已經做了 那我就放手 其實你知道的 就是放手 但是我放手的原因就是 這個人 他有不同的原因 他會影響到我 但這個是他的原因 好像你的朋友 可能他的靈性弱 可能他不喜歡聽到你說話 就是他拖你 就是拖你 就是一個可能 就是他真的不空 一個可能性 就是拖你 那你就在那邊受苦 其實他就 即他沒有人不認真 一個可能性 一個可能性他是認真 不過他就 剛剛忙 雖然不行 但是你就一直 哇 辛苦 就覺得你不好 他就有他的原因 他就在那裡 其實我不想離開而已 有人叫我去 真是很辛苦的 知道你是無辜被他壓了 但當你說明白 有些人真的不接受 其實我去介紹聖靈工作 介紹生靈以前 很多人不接受 亦有很多人接受 那我就說 OK 這個是他的問題 但我會繼續求神給我聰明智慧 基本上就是說 他這個問題我和他畫清界線 但他人我就不畫清界線 這個就是基本上處理的方法 應用在所有情況都可以 神都給了我一個方法 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很清楚形容這件事出來 但就不是說這個人是這個人 我用一個例子就是癡線腦 癡線腦 我們會不放在心上 因為我知道他癡線腦 就無所謂 神都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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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世上的人總是有可能傷害我們 他們是罪人 罪人會傷害我們 或者拒絕我們 拒絕都是一種 但我們就會受到這些傷害 因為覺得他正常 尤其他是基督徒 他沒有理由這樣 於是我們就會受影 我們就學習 正如我不守癡線腦癢 我也不守處理人 他是這樣的問題 我就跟他劃簽解釋 他說的話 放在心上 另一個方法 就好像用另一個比喻 更加貼切 好像有人把一盤大便 一嵐嵐在這裡 你肯定就不要了 一定避開 但避不到你都會洗 你就不會不斷在那裡 哎呦 愁這個真是壞 真是很壞 為何這樣搞錯 大便 這樣真的 哎呀 越問越壞 就這個朋友 怎麼搞錯 一次一次 勸你 你都是不聽 那我們就受了影響 但當我們知道 這是不好的東西 即是分辨到它是不好的東西 於是呢 我就決意跟這些不好的東西 或性戒性 但同一個人就問我 仍然祝福他 但心裡面千萬不要說他是瘋子 亦都不要咒他 即是說 這個罪人 即是說 人就是這樣 總之不要給他一些不好的名字 那時候呢 感謝耶穌 哈利路亞 我可以不受影響 我就可以大大發揮 我就可以大大起落 於是轉過來 哈利路亞 感謝耶穌 我繼續幫人 有時都會拒絕 不要緊 我繼續 依然繼續去幫 就是這個分辨 譬如丈夫 如果有時她做些不好 她又走了半條街 現在沒有呢 現在沒有 即是 不用了 假設如果再發生 再發生 就抓著她一起走 是呀 這是一個方法 非常好 你抓著她一起走 立即是不受影響 即是有些就不提了 有些就不提了 有些就生氣了 不受落 於是呢 我就不給她影響 這樣可以應用在不單止人 應用在負面思想 譬如自己有時候說 都不懂得做 這個負面思想又是會影響的 這個負面思想又是不好的東西 我就不需要繼續想它 我繼續去想 神 即是經常都 我叫自己 我叫自己 飽得神的愛 經常都是 神在愛我的 疼我的 提提醒我的 神提醒我的 我一步步提升的 這樣 那時候我收的傳聞 好料 正面的 負面的傳聞不收 這就是基本上 興興德性的觀念 即是任何一件不好的東西 滑清界線 分辨到就不受影響 這個是需要時間吸收 還有要不斷提醒自己 咦 現在我正在受影響 那就馬上去應用 那你都可以馬上去應用 在你體內身上 你就想一想 他們有什麼行為 令你不開心 而怎樣去不低影響 所以還是要燈 你真的要來 我們一起去 那你會不會 你也會不會 謝謝你 你會不會